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恰碰 下个星期四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 端午节过后天气就会越来越热 而且会一直很热 不会像现在可能天气还一下子热 一下子冷 这也代表着夏天真的来临了 小朋友,讲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很美的阳光 想到可以去海边玩 还是想到 在你耳边吵个不停的蚊子 还有啊,拍着翅膀会飞的超大蟑螂 哎哟喂啊 怎么夏天会让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呢? 而夏天容易出现的蚊虫 蟑螂是否还只会在夏天出现 或者因为某种原因 这些蚊虫啊 已经会提早出现 或者一年到头都出现了 到底是跟什么有关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而这个原因又会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困扰或麻烦呢? 今天要继续带着你一起来 抢救地球大作战 邀请小朋友你 跟着我们的博学多闻的小飞叔叔 以及聪明的小君 还有可爱的幼幼 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世界 发现这个地球正出现一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变化 首先 时间来到了六月 天气越变越热 而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多困扰着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麻烦呢? 就是蚊子跟虫 没有错 这个虫呢可能是苍蝇啊 蚊子啊 或者是蚂蚁 或者是大家最讨厌的 蟑螂 对哦 不过今天高点几胶先带着你来看一看蚊子这样害虫 为什么说它是害虫 害呢就是伤害的害 因为啊 被蚊子叮咬的时候呢 不只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 而且是非常不舒服之外 如果说你被一种特定的蚊子咬到了 还很有可能得到严重的疟疾 疟疾是一种会让人死掉的疾病 哇 太可怕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小飞叔叔 小军以及小佑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急救车 救护车在马路上奔驰 是谁 是谁受伤了 还是生病了 原来是小飞叔叔 因为先发高烧 然后就吐了 然后就昏倒了 所以被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的时候啊 医生在判断到底在这样子的天气当中 小飞叔叔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 可能是食物中毒 也可能是被蚊子咬了 而得到了瘧疾 听到了小飞叔叔可能会得到瘧疾的消息 小佑真的紧张得不得了 小飞叔叔为什么会得到瘧疾 是因为被虐蚊这种蚊子咬到吗 真是没想到 小佑这一次还蛮聪明的 知道瘧疾是被一种蚊子咬到 而医生叔叔说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年有四亿到五亿的人口感染到瘧疾 而这其中有五十万人以上会因此而失去性命 瘧疾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哦 那我的叔叔该不会也因此而死掉吧 你不要哭了啦 烦死了 小军说话了 医生叔叔 瘧疾不是只有在热带地区才有的疾病吗 我们这里是温带地区耶 最近啊 我们这里被感染到瘧疾的人 确实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是因为地球暖化造成温带的气候变得越来越热 变成雅热带气候的关系 嗯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让我来稍微的解释一下给你听 通常会散播瘧疾的这种蚊子 它生存的地点是在赤道的附近 赤道就是全地球最热最热的那一带地方 可是呢 因为地球暖化 地球暖化会整个地球都一起变热 对不对 所以赤道当然也变得更热 但是还不到赤道的地方 比方说温带的地区 或者是亚热带的地区 就会因为地球的暖化 所以变得很热 可能变得像原本的赤道那么的热 嘿小朋友你知道吗 像是在寒冷的地方 出现热带才有的瘧疾这种疾病 这样子的例子啊 近年来越来越多哦 医生叔叔是这么说的 自从啊 全球的气温开始上升之后 到处都有一些瘧疾的情况发生 就连以前从来没有瘧疾的地方 像是美国的北边 北欧 还有俄罗斯这么冷的地方 居然也开始出现了蚊子 跟瘧疾这样子的疾病啊 难怪我就觉得 为什么今年的冬天 明明就是冬天 可是还是有蚊子出现 好烦哦 原来 原来是气候暖化的关系 而且啊 地球暖化还造成冬天的气温变得很高 而在都市里头呢 大型的建筑物高楼大厦 它们的下水道 以及污水处理池 还有地下室等等这些地方啊 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要是再潮湿一点点 这样子的地方 也为蚊子在冬天提供了可以生存的环境 啊 这样说 那以后不就一年四季都有蚊子 躲也躲不掉 赖也赖不掉了 好烦哦 我最讨厌蚊子了 而且啊 地球暖化还加速了一些 过去没有的病毒 或者是已经消失了好几百万年的病毒 开始出现 如果地球再继续的暖化下去 搞不好以后会出现 根本没有办法消灭的超级病毒 那么 所有的人类跟地球上的生物 很有可能就面临了灭亡的命运啊 小朋友 这一切听来真的很吓人对不对 而听完了这样子的故事 你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呢 今天在完整的欢乐卡卡碰节目里 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一起来讨论 这些环境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这一切又将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巨大影响呢 小朋友 欢迎你来收听今天完整的欢乐卡卡碰 你可以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碰 就可以听到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咯 我是高点姐姐 我跟你完整的节目里见 See you 天不赐下雨水 天不赐下阳光 天不赐下清风 照顾着大地 可种花草树木 天天在生长 我要好好爱惜 照顾着大地 may sick infections 未经济喜 未经许可 明镜员